花花小剧场 花花妹妹你好啊 好家伙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小川 川总吗 幸会幸会 啥总不总的 妹妹你也推荐外了 我老爸是永永 他既是你妈咪的前夫 又是你爹地的前男友 更何况我跟蒙兰 还是同班同学的好弟兄 就这杂七杂八的关系 怎么第一咱俩四舍五入 也算是亲兄妹啊 没错没错 小川哥哥言之有理 仔细缕一缕 还真是一家熊 既然这样 那我就不客气了 打电话是想请妹妹帮个小忙 小川哥尽管开口 亲兄妹 啥帮不帮忙的 你的事就是妹妹的事 是这样的 我种的狮子今年大丰收 自个吃又吃不完 所以想请咱斧头山的熊熊 有偿享用 顺带我也能赚俩 零花钱 花妹妹你鹿子野 熊卖广 能不能打开销路 就全指望妹妹你了 小菜一碟 就是不知道川哥哥的柿子 味道咋样啊 那还用说 这可是我一把屎一把尿 亲自种出来的 保证纯天然无添加 皮薄肉厚 又大又甜 这么好的柿子 必须要卖个好价钱啊 就等着妹妹你这句话了 事成之后 咱俩五五分成 瞧您这话说的 妹妹我身为文旅局局长 为咱熊熊谋福祉 本就是职责否在 更何况咱俩又沾亲又带故 怎么好意思给你要好处费啊 花花妹妹你想歪了 俗话说 有福同享吗 哥哥我吃肉 就不能看着妹妹你喝汤 要说还是我川哥哥敞亮 难怪大伙多叫你川总呢 但起事来果然有大将之风 我这小小的萤火烛光 岂能跟妹妹你的日月之灰相比 总之以后 还烦请妹妹多多提携哦 小川哥哥尽管放心 你愿你的柿子花妹妹包圆了 以后咱俩要多多联系哦 跟哥哥聊天 小花简直如沐春风 精神物质发满足哦 哈哈哈哈